超市里米通通被搶光 只剩一只米袋被丟在上面 看看这个推车 三大袋米 一大桶油和一些干粮 这位小姐的推车 也是一大袋的米 和一大袋的卫生纸 这个场景更夸张 货车拉来了一卡车的米 都还没有上超市的货架 下面已经有一堆民众等着采购 不只米面油两 连泡面架上都所剩无几 超市来不及补货 不少人转为网上订购 有人甚至一口气买了 600斤大米回家囤着 目前听说重庆 河南郑州 江苏 安徽等很多地方 纷纷出现了抢购潮 原因都是因为大陆政府发的 家庭建议囤购清单 不少大陆民众以为 台海要发动战争 政府的建议是为了减少 未来的物资短缺 开始大肆抢购 让大陆的商务部赶紧出面澄清 大家不要过度想象 针对近期的采购潮 也有大陆号称是军事专家的自媒体表示 民众的心愿都是好的 但下下对岸的台独分子就行了 可千万别把自己给吓着了 TVBS新闻王兴堂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